这是狗狗出生后第一次捡到肉骨头 他兴奋地在街上奔跑 以为可以饱餐一顿 结果又发生意外 嘴里的骨头被撞飞出去 狗狗焦急地在人群中寻找 如果找不到又得要饿肚子了 此时街上的人群都在为军队让路 看着女人手上的面包 狗狗露出了渴望的眼神 欣敏杰哥看到他这副模样 立马逃出了怀中的饼干 饿了三天的狗狗 两口就将饼干吃个干净 为了得到更多的食物 他跟随着杰哥的步伐 朝着军营前进 狗狗并不知道 正是这个决定 才造就了他日后的传奇狗生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狗狗明耀斯塔比 在战场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获得过无数勋章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军衔甚至比主人还高 故事还要从他刚进军营说起 狗狗一路尾随杰哥来到军营 却被战港士兵拦了下来 见自己不受欢迎 斯塔比本想就此离开 他走着走着 斯塔比突然闻到一股香味 顺着香味 斯塔比一路来到了厨房 可还没来得及品尝 厨所长就拿起铁锅扔了过来 斯塔比被吓得慌不择路 直接冲了出去 没想到速度过快 一面撞倒了一个士兵 斯塔比抬头一看 正是自己要找的杰哥 为了引起杰哥的注意 斯塔比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 没想到 叫声吸引了教官 当教官询问 这是谁的狗时 斯塔比抬头看向了杰哥 杰哥瞬间慌了 赶紧眼神失忆 斯塔比离开 令人意外的是 教官不仅没有处罚杰哥 还想他照顾好狗狗 随后 教官下他命令 开始训练 可是没想到 斯塔比竟然也有模有样地 摆出了造型 看到如此有灵性的狗狗 教官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就这样 在教官的默许下 斯塔比跟着杰哥 开启了他的军营生活 斯塔比不仅能按照指令 做出对应的动作 还能出色地完成高强度训练 更重要的是 在训练接触后 他还担心起了助手工作 主动帮大家捡回 设计用的靶子 这让大家对斯塔比 很是喜欢 但好景不长 这天将军突然来到军营视察 看到斯塔比后非常生气 这位教官 为什么让狗出院在军营里 这一次 杰哥主动站了出来 告诉将军这是自己的狗 并严肃地进了个军里 看到主人进里 斯塔比也有模有样地 学了起来 这个举动 让将军对他刮目相看 特取他以吉祥物的身份 留在军营 很快 战争爆发 杰哥所在的军队 要立即前往前线支援 这是狗狗第一次参加战争 一枚炮弹突然落下 战壤中的战友 被瞬间炸飞 看到这一幕 斯塔比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 甚至萌生了一丝退意 觉得这时 又一枚炮弹在头顶落下 杰哥立刻扑倒斯塔比 夺过了这真命一击 随着硝烟散去 斯塔比不再害怕 通过敏锐的嗅觉 他发现了一个被掩埋的士兵 在斯塔比的帮助下 士兵即时得到了救治 捡回了一条命 探查敌人的下一步动作 通过望远镜 他们发现 敌人竟然准备使用毒气弹 他们必须立刻返回 通知护防部队做好防护准备 可没想到 在撤离途中 被埋伏的敌人发现 千军一发之际 斯塔比扑倒了杰哥 杰哥虽然平安无事 但马却受到了惊吓 为了尽快把小姐送回去 杰哥拿出防毒面具 施行斯塔比回去通知大家 而他和其他士兵 则留下来阻击 得到指令 斯塔比飞快地冲露出去 没过多久 敌人发射了第一枚毒气弹 绿色的毒烟 瞬间铺满了天空 所以斯塔比及时赶到 又得不断地撕咬着 哨兵的防毒面具 哨兵对身明白斯塔比的意思 带起面具 迅速拉响了警报 随后 斯塔比跑到后方 从向那里拽出防毒面具 提醒大家做好防护措施 有了斯塔比的帮助 军队无疑伤亡 这时 敌军发射出了第二枚毒气弹 毒烟更加浓郁 一直飘向了居民区 不及时刻 斯塔比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村庄 对着天空疯狂全废 看到毒烟 村民未赶紧关闭霉窗 做法防护措施 斯塔比也被及时赶来的捷戈接走 来到安全地带 战友打湿一块毛巾 做成简易的防毒面具 带戴了斯塔比头上 毒气越来越浓 很快又推没了整个村庄 因为斯塔比消息传递及时 村民未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等到毒物散去 大家都处来感谢斯塔比 他也因此 被奉为整座村庄的英雄 你绝对没有见过 如此勇敢的狗狗 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 思亡没有害怕 在战斗中 一个士兵被困难了弹坑中 弹坑在敌人的射程范围内 士兵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不及时刻 斯塔比冲了出去 他勇敢无畏 在炮火锋中快速穿梭 依靠流敏的嗅觉 很快找到了战友的所在位置 但战友伤势很重 无法独立行走 斯塔比立刻朝着后方猛叫 在得到具体放位后 指挥官立刻下令 派人打出烟雾弹 掩护士兵将战友救回 经过这件事后 斯塔比在军营受到了极高的尊重 每位士兵都把他当成学习的榜样 这时 村民们为了感谢斯塔比 在独裂战威忆中的英勇表现 特地给他量身定夺了一款军大衣 战友要送给他 一个合适的防纵面罩 斯塔比已经成为了 这场战争中 十分关键的角色 随着时间推移 开始大规模的朝他们 发起最后的冲锋 这时 有三名敌人 企图从后方突袭 结果被斯塔比发现 他主动出击 引用敌人追赶 而且他等人早已埋伏在前方 经过他们的完美配合 三名敌军很快被制服 此时的战斗愈发激烈 一颗水榴弹 落在了士兵身旁 不及时刻 斯塔比突然冲出 掉一水榴弹冲向远方 随着一声巨响 斯塔比被埋在了木板下 已经咽咽一息 就这样 斯塔比被送往医院治疗 没有了他的陪伴 结果整天魂不守舍 甚至还总是出现幻觉 他无数次期待斯塔比出现 但每一次都是徒劳 三个月后 斯塔比逐渐恢复了健康 他也无比思念杰哥 于是偷偷跑出了医院 他上了寻找杰哥的旅程 他拖着还未完全痊愈的身体 一路被摸来到战争地带 可战争早已结束 这里除了残痕断臂 什么都没有 斯塔比没有放弃 依靠着金勇的线索 继续搜寻 而此次的杰哥 情况非常糟糕 他在行军途中不慎得了流感 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就在杰哥即将游进灯库之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 是斯塔比 一人一狗终于相见 有了斯塔比的陪伴 杰哥的心情大好 病情也开始慢慢好转 几个月后 他们重新回到了军营 晚上斯塔比在巡逻时 突然发现一个可疑的身影 他不过一切地扑上去 与敌人搏斗起来 可瘦小的他 根本不是对手 眼看斯塔比即将命丧于此 杰哥及时赶到 成功控制了敌人 原来 此人就是一名间谍 偷偷潜入军营 想窃取军事机密 幸好被斯塔比及时发现 因为斯塔比种种应用表现 自动官决定设为他中式军衔 他也成为了世界上 军衔最高的狗狗 很快 斯塔比的事迹 就出现在了报纸上 跟大媒体正向报道 战争结束之后 斯塔比跟随大部队 乘坐轮船回到了家乡 人民全都慕名而来 想见一见 照顾俘虏十多名 研究的战友 更是高达几百人 不知道这样的狗狗 你想不想养一只呢 你绝对没有见过 这么有排面的狗子 上过厕所 竟然有五个佣人加油打气 方便完毕后 老管家立刻上前 给他配上香水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的主人 是一个身价百亿的富婆 狗的名叫杰哥 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陪着主人按摩逛街 接受主人的拥抱爱抚 他睡的是五十米的大床 吃的是西班牙顶级披萨 带的是价值千万的钻石巷圈 而他洗手插嘴 也有专门的诱人伺候 这天 他像往常一样 跑下楼梯 但等待他的 却不是主人为难的拥抱 而是冰冷的地板 杰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在搬东西 杰哥郁昧极了 过多都站在窗前发呆 就在这时 一辆小汽车驶来 一对年轻男女走进了别墅 杰哥以为是来接自己的 兴奋地扑了上去 随之下一秒 就被对方挣出了加霉 原来 杰哥的主人意外迅势 留下了百亿遗产 这对男女是老太太唯一的亲戚 被律师请到别墅 来做遗产公证 而杰哥则被他们当成野狗 丢进了货车 车厢里 杰哥不知所措 曾经高贵的毛发 如今已经是一片狼藉 他呆呆地看着 似近于主人的合照 货车开了很远 一只松鼠突然出现在路中间 货车躲闪不及 直接将杰哥甩飞了出去 幸好一根树枝接住了他 可下一秒 杰哥又被树枝弹飞了 等他再次醒来时 突然觉得屁股有些异样 杰哥竟然飞进了树洞里 但在松鼠盒里将他救了出来 他刚要表示感谢 下一秒 无数的松果 从树洞中喷涌而出 松鼠们惊呆了 杰哥本想解释 把松鼠们根本不听 直接将杰哥围在中间 甚至摘下了他的项圈 极具侮辱性地绑在了腰上 这一刻 杰哥感觉到自己变成了一只流浪狗 他不断安慰自己 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只要找到货车 就能回到曾经温暖的家 他拼了秀卓一路寻找 结果真的找到了 爬上楼梯 辣椒的香味 引起了他的注意 可下一秒 他就不得不完整地吐了出来 看着眼前这只凶猛的同类 直接撞翻了身旁的货架 同时老板听到动静 一把抓起了杰哥 关键时刻 同伴罗欣撞翻了老板 救下了杰哥 为了逃脱追捕 他们闯进了餐厅 钻过桌底 在中午回归之下 成功逃了出去 就在这时 一辆外卖车冲了过来 幸好小姐也技术娴熟 只摔飞了一盒披萨 可没想到 松鼠竟然找上没来 无奈之下 他们正好放弃披萨 继续逃命 彻底摆脱松鼠后 罗欣告诉杰哥 他是家养犬 不适合流浪 如果想回家 可一许狗狗乐园碰不运气 也许会有收获 他并不知道 正是这个决定 差点让他丢掉狗命 这绝对是狗狗 对我的打抓过方式 通过我为同类的屁屁 就能知道对方 昨晚干了什么 睡了多久 梦到了谁 可没想到 这些狗头军师 姐姐把杰哥丢在了大马路上 让杰哥等待好些人 也把他带回家 看着串流不息的汽车 杰哥眼中满是惊慌 就在这时 一辆外卖车停了下来 可看着杰哥撒娇的模样 小姐姐心软了 决定把他带回家 没想到刚到家 房东大叔就上门要房租 小姐姐直接一脚 将杰哥踢了进去 杰哥一脸的难以置信 这个出租屋 还没有他曾经的房间大 衣服完房东 小姐姐宝儿也走了进来 杰哥满心期待 实际上小姐姐 给自己做点好吃的 可他翻断盪了来 杰哥却傻了一眼 这东西吃了不到肚子才怪 尽管从居住环境 让杰哥非常郁闷 只能通过蹭屁屁 缓解心情 可宝儿看到这一幕 直接把杰哥丢了出去 刚刚感受到一点家的温暖 现在又只能与垃圾为伴 就在这时 杰哥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 原来是罗西 罗西告诉杰哥 如果他能够帮罗西偷披萨 那么罗西就会教他 如何在野外生存 杰哥当然不同意 宝儿刚刚把他救回来 他又总能恩将仇报 见杰哥如此坚定 罗西只能离开了 杰哥再次敲养了宝儿的房门 看到这只呆萌嫩小狗 宝儿说起了他的身世 原来宝儿有一个当歌手的梦想 却得不到父母的支持 为了追寻梦想 独自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 听到宝儿诉苦 杰哥往往叫哟两声 表示复合 见杰哥没吃东西 宝儿说冰箱里拿出了披萨 一人一狗就这样 开始了新的生活 有了宝儿的陪伴 杰哥重新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而有了杰哥的存在 宝儿杰哥也充满了灵感 宝儿还和杰哥拍了照片 给他戴上了新的项圈 杰哥不再是一条流浪狗 他有了新的主人 这天宝儿像网上一样的出门上班 把杰哥毒都留在了家里 没想到 宝儿梅竟然找到了杰哥的新家 他们拆开通风管道 你看看那房间的门锁 杰哥慌目择路 在宝儿的小家中疯狂逃窜 甚至连吉他都变成了烧火棍 听到开门声 宝儿梅赶紧溜了出去 回到家的宝儿 看着满地狼藉 以为这一切都是杰哥搞的鬼 直接把他送进了收容所 可渐渐的 宝儿发现自己并不开心 他已经习惯了杰哥的陪伴 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他要把杰哥接回来 然而 当他赶到收容所时 却得知杰哥已经被接走了 原来 狗狗的主人是个富婆 因生活意外去世 而想要继承富婆的实义遗产 就必须在律师的见证下 照顾好这只狗狗 为了得到审慎的遗产 富婆太太的侄子 专门找到了赏金猎人 将杰哥从收容所带回了家 虽然又过上了 曾经养尊处优的生活 但杰哥似乎并不开心 他满脑的都是 和宝儿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而另一边 宝儿也为了扭杰哥自质 他骑着外卖车 组织车一样的发布巡航启示 和一点线索都没有 就在这时 罗西走了过来 将杰哥的项圈放在了地上 宝儿瞬间认了出来 他跟随罗西 一路来到了杰哥所带的别墅 此时富婆太太的侄子 正在和律师下谈遗产的处置 说他们跟杰哥相处的非常融洽 将杰哥照顾的非常好 此时宝儿和罗西 已经来到了没钱 按下没铃 就在律师准备和侄子签协议时 宝儿及时赶到 看着一人一狗的亲热模样 律师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他询问侄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眼看遗产即将到手 侄子便开始无限宝儿 说他有妄想症 宝儿他告诉律师 自己和杰哥相遇的过程 眼看双方各执一词 律师只能让杰哥自己选择主人 结果当然毫无疑问 就在这时 阴晕不耐的松鼠们跟了过来 他趁转将杰哥抢走 无疑时刻 罗西带着狗小队也赶了过来 一番搏斗后 叔叔被成功赶了出去 最终在律师的公众下 宝儿获得了杰哥的领养资格 同时也因此获得了一大笔遗产 而宝儿也用这笔财富 完成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从此一人一狗 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你绝对显摸到 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之下 居然还有另一个世界 这就是古代帝王妹 创造出来的兵马俑 千百年来 无数多兵马俑 一直助力在这里 这里有玉器一样的教夫 还有满嘴敬押的鼠老板 而这里最多的就是俑 眼前这个小伙 就是我们的主角 蒙远 他是一名杂役 是军营里最低等的俑 平时他只能做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生命违背的他 却有一个大大的梦想 那就是当一名瑞士 金阁铁马 战场杀敌 保卫自己的国家 就在这时 城墙上响起了号角声 原来 是地火们又来攻城了 千百年来 兵马俑们一直与地火对抗 蒙远显在战场上立功 从而进城城瑞士 可他身体弱小 一阵风就把他吹下了悬崖 幸好掉到了地火身上 这才保住了小命 可他在战场上 不仅帮不上忙 还打乱了战场 突然一只地火扑向着他 幸好大家俑及时出现 替蒙远解了围 大家俑带成手下 把地火们打得结结败退 最终地火被打得落狂而逃 而蒙远 因为扰乱战场 被长官狠狠地教训 朋友们劝蒙远 不要再痴心妄想 老老实实做个杂役 但他却不甘心 他想成为像大家俑那样的勇 没想到这番话 正好被一旁的士兵听见 他们嘲笑蒙远 并且一把抓起了蒙远 觉得这时 一块玉盘掉了出来 觉得这时 大家俑走了过来 他告诉蒙远 如果能抓回地火 就破格提认他 成为瑞士 蒙远脑子一热 便答应了下来 他独特来到城外 银腾的气氛 让他不甘有丝毫代谢 突然 他在一颗石头上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抓痕 而一只蒂猴 正好背对着他 他拿出画像 开始对比 就是这个屁股 眼前这只巨兽 居然是一只长相丑陋 性格残暴的蒂猴 为了抓住他 蒙远布下陷阱 用魔物引诱蒂猴 一步步走过来 眼看蒂猴就要掉进陷阱 突然 原方上来一只利剑 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站在一颗巨石上 蒂猴怒了 飞快地冲了过去 直接撞碎了巨石 神秘人拿出长剑 与帝猴打斗在一起 没想到 神秘人没过两招 就被帝猴按在了地上 蒙远直接冲了上去 随后 两人掉进陷阱 被甩飞了出去 蒙远无意间 掉进了一个金色的结界 突然 他通空而起 一股神秘的力量 将他拉了过去 这里的石碑 记录了所有历史的发生 九尾大手一挥 净化出无数的城池 就这样 他带着蒙远 见识了几千年的历史 在一块石碑上 蒙远发现了帝猴 九尾告诉他 帝猴是上古灵兽 并且他们从不伤人 可就在不久前 帝猴守护着乾坤石被盗 所以 他们才会变得暴躁 不断攻击秦阳城 九尾告诉他 严前这只帝猴 名为昆仑 蒙远想知道 哪里能找到昆仑 九尾大手一挥 把蒙远送了出去 就在这时 一把利剑刺了过来 他要反应及时 蒙远躲过了这一戒 原来 是那个神秘人 他也是来抓昆仑的 蒙远一路敌敌不休 非常好奇他的身份 但神秘人却不想理他 这时 蒙远趁他不注意 一把抓住了他的笛子 小玉教训了一下蒙远 在大耳朵带人下 两人来到一家客栈 可刚到没口 他们就听到了求救声 突然 蜡烛全部熄灭 大煤自动关闭 一群带着面具的小妖 全部醒了过来 紧接着 一只青铜兽发出怒吼 而旁的巨蛇也死死的盯着他们 看到这一幕 两人一脸懵逼 这时 青铜兽告诉他们 这盗者要拿蛹练丹 他们以前那些失踪的蛹 就是背着腰道 给练成了丹药 盗者拿出一颗金丹 放进了嘴里 下一秒 他脸上的裂痕 竟然恢复如初 紧接着 弹罗飞速的奔向他们 小玉一跃而起 青铜躲过攻击 巨蛇想要偷袭小玉 那下一秒 他就被切成了碎片 可没过一会儿 碎片重新组合 青铜蛇又活了过来 可接着他们即将逃离时 突然一把利剑 打碎了小玉的面具 还没等他缓过神 又怪没再次攻击小玉 不然 巨蛇再次冲向他们 小玉拿起强剑 直接刺中了他的眼睛 小玉冲向丹炉 直接将他拦摇斩断 没想到 丹炉竟然鬼向盗士 将他吞了进去 一会儿 丹炉发生了爆炸 猛烟见状 直接挡在了小玉面前 最终 两人打败了盗士 青铜蛇找到出口 但他们逃出了客栈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只青铜蛇 竟然是一只上古神兵 他头上散发出金光 用尽全身力气变身 为了寻找昆仑 一星人叹向了旅途 他们一路追击昆仑 却无畏接 闯进了敖龙的领地 就在这时 大地发生震动 敖龙破土而出 两人站在原地 屏住了呼吸 可就在这时 青铜蛇却发出了声音 敖龙紧紧跟在后面 就在让他们躲过一截 他们一路逃跑 却无畏接 被逼到了一处岩洞 敖龙以表心 掉进了岩浆里 可就在最后一刻 敖龙伸出舌头 抓住了蒙远 就在这时 青铜蛇想要变成上古神兵 救下蒙远 危机时刻 小玉直接跳了下去 一箭斩断了舌头 但他以表心 占到了敖龙的毒液 虽然他们摆脱了危机 但小玉感觉全身无力 直接晕了过去 蒙远背着小玉 在沿洞里寻找出口 颜看河水越来越高 蒙远四处寻找 能够装下他们的东西 没过多久 他找到一个贝壳 把贝壳当成了船 顺着水流一路向前 可还没走多远 就撞上了一块石头 突然 一股强烈的暗流 将他们卷了进去 颜看就要撞到尖石 蒙远一个转身 然后用力一推 把他推了出去 当小玉再次醒来 竟然已经到了城里 而蒙远也毫发无伤 原来 当时在水里 是昆仑救助他们 还把他们带回了青阳城 蒙远很好奇 小玉为什么要抓昆仑 小玉来自另一座永城 但他和其他永不一样 他的生命 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为了寻找家人 爷爷带着他 走遍了各个永城 他们来到了青阳城 但爷爷一表心 掉下了悬崖 小玉抬头一看 竟然看到了昆仑 认为是他 害死了爷爷 你绝对想不到 这么可爱的动物 竟然是性格残暴的地猴 他冲进城里 肆意破坏着一切 几个士兵想要抓住他 但根本不是对手 就在这时 小玉和蒙远及时赶到 他们瞬间打斗在一起 蒙远见状 扔手酒团砸向昆仑 酒水深进眼睛 让昆仑暂时失明 昆仑闭上眼睛 在街道上横冲直撞 但他一表心 被绳子困了起来 蒙远见状 看到了几根绳子 一个锯顶掉了下来 正好砸中了昆仑 小玉想要杀死他 替爷爷报仇 几个士兵冲了出来 想要抢走蒙远的功劳 蒙远不服 与他们打斗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士兵的话 让小玉心头一紧 原来 他们之前在抓捕昆仑时 遇到了小玉的爷爷 正好网住了老人 紧接着 发射出一支爆裂箭 把老人炸飞出去 最终掉下了悬崖 原来害死爷爷的凶手 竟然是这几个小兵 小玉像发疯一样 疯狂地刺向他们 就在这时 大将军及时赶到 制服了小玉 小玉想让将军替他做主 让他们受到惩罚 可万万没想到 将军竟然包庇手下 并没有处罚小兵 小玉怒了 想要亲手解决仇人 将军再次打下了攻击 还把小玉打飞出去 小玉想要再次进攻 却遭到了蒙远的阻拦 这一刻 他彻底心灰意冷 最终将军念在他们抓捕有功 没有为难小玉 而蒙远 则被特封为瑞士 小玉伤心一绝 一剑划开地面 与蒙远彻底决裂 蒙远之云实现了梦想 成了一名瑞士 虽然享受着欢呼和荣耀 但他却开心不起来 救命恩人 成了代代羔羊 现在的女孩 也离他而去 而他从前的朋友 也对他敬而远之 现在 他成了一名顾家寡人 这群地口疯了 全都不要命的 用途撞向城墙 回会儿 他们就撞开了城墙 而另一边 在城镇的地牢里 昆仑感受到了同伴 开始拼命地挣扎 就在这时 蒙远走了进来 他赤走士兵 想要放弄昆仑 突然 昆仑一口咬住了他 但就并没有用力 蒙远一键斩断铁链 替昆仑解开束缚 紧接着 把他放在背上 直接冲出了地牢 昆仑一路狂奈 带着蒙远 来到了一处秘密基地 眼前的池子里 飘过了一颗神石 这是属于地口的乾坤石 他终于明白 地口我们为什么要攻城 他取下披风 将乾坤石包裹起来 就在这时 大将军出现 他让蒙远交出神石 此时的蒙远 终于知道了真相 将军见事情败露 便要杀了蒙远 无极时刻 小玉及时出现 挡下了致命一击 在昆仑的帮助下 他们打败了大将军 和大将军紧追不死 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 无数的士兵 将他们团团围住 蒙远丝毫不慌 他拿出神石 向大家说出了真相 是大将军偷走神石 这才引来无数地口攻城 士兵被纷纷议论 开始质疑大将军 就在这时 攻城的帝吼冲了进来 将军趁机反好施令 让士兵被抵抗了帝吼 而他则趁乱攻击蒙远 蒙远在逃跑中 未接摸到了神石 将军趁机偷袭蒙远 将神石抢了回来 紧接着 他直接将神石 踏进了自己胸口 下一秒 他竟然变成了一个怪物 蒙远见状 驱动上前打斗起来 但他们终究不是对手 神石的力量 将他们震飞了出去 原来将军曾经也是一名小兵 他偶然间触碰到神石 感受到了强大的力量 为了变强 他偷走了神石 这才引来地火没攻城 而如今他拥有了一切 却被蒙远揭穿 小玉将要偷袭将军 可没想到 竟然被将军一箭反杀 这时 无数的士兵飞飞上前 想要打倒将军 但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将军发动神力 将秦阳城搞得山崩地裂 看着新燕的女孩掉入深渊 蒙远彻底怒了 这时 一道金光冲向蒙远 将他手上的身体 全部修复了回来 耳旁的青铜一扬 也感受到神秘的力量 竟然直接变成一把宝剑 蒙远一跃而起 直接击吐着将军 最终 蒙远四向将军胸口 将神石打了出来 失去神力的将军 变成了原本的模样 随后直接炸开 烟消云散 昆仑接住了蒙远和神石 所有的士兵和帝后 全部振臂高呼 庆祝胜胜利的时刻 最终 第五妹拿回了神石 继续繁衍生息 电影也至此结束 这是一场来自深海的战争 一方是公认的海洋霸主 鲨鱼 另一方 是属乎世界和平的海豹自卫队 这场特殊的较量 即将颠覆海洋肉肉强尸的格局 而记得这天 是他倒门的鲨鱼 正好竟然打量着面前的扇贝 回远处 一只海豹举起手将它锁定 枪里射出的子弹 居然是让人为不散散的闪电 卖鱼 子弹自在追踪系统 直至射到鲨鱼身上 听到声音 四肢埋伏已久的海豹迅速出击 一顿操作后 鲨鱼被死死难捏 虽然动弹不得 但凭任的力气 突然显示海豹游了800个来回 原来 这些海豹并不是普通海豹 它们就是传说中 这场超高的海豹自卫队 在自卫队成立之前 因为有鲨鱼的存在 海豹们不敢下海抓鱼 只能以藤壶为食 但藤壶又硬又难吃 为了填饱肚子 杰哥和好友在半夜 偷偷来到一处盛探寻找食物 谁知食物没找到 却和鲨鱼老大撞了个正着 为了掩护杰哥逃跑 好友命上沙口 杰哥被沸弩重昏了头脑 都狠狠地冲向鲨鱼老大 但一队疯狂输出 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鲨鱼老大被惹怒 疯狂追杰杰哥 电波火时间 杰哥被一只老海豹救了下来 而老海豹曾是超海战队的教官 在一次任务中 因为事物导致了巨大的爆炸 老海豹从此一蹶不振 在杰哥的请求下 老海豹交给他一道拳法 并告诉他 不管完成什么任务 都需要一队勇满疯狂的士兵 对务的杰哥回到海豹群中 呼吁大家图建一只刺猬队 但海豹们都只在乎自己的生命 只有两只海豹 想要了杰哥的号召 于是 他们开始接受老海豹的训练 每天800个俯卧撑 前行三小时 日服一日坚苦训练 老海豹很欣慰 还带着他们找到曾经的战友 为队伍配备了 其断的高科技武器 让他们能轻松抵挡 鲨鱼的入侵 海豹自卫队就此诞生 以所谓家园为使命 在肉肉强食的海洋中成为阳善 小队的第一次行动 就凭倩默契击败了鲨鱼 同时 他们的行为 也害弄了海洋霸主的地位 海洋大战的序幕 被彻底拉开 鲨鱼的两个同伙跑回族群 向鲨鱼老大告状 得着这个消息 鲨鱼老大恼羞成怒 小小海豹 居然敢挑战海洋霸主的地位 于是决定要杀一井满 灭了这群不得量力的海豹 于是派出通讯鲨鱼 开始召集同伴 可万万没想到 一阵脑子短路的通讯鲨 居然去通知被抓的鲨鱼 就在这时 雷射鱼来到牢房没口 瞬间切开一个大洞 放出了被关的鲨鱼 就这样 各路鲨鱼齐聚一堂 海洋大战一触即发 人海豹 被击败着鲨鱼包围 困在了海中的礁石上 为了营救同伴 海豹自有队整装待发 看着快艇迅速赶到战场 然后逃出扇贝 直接扔进海里 鲨鱼妹夹得呲牙咧嘴 嗷嗷乱叫 紧接着 海豹妹直接都用重火力 射出一条食人鱼 食人鱼来势汹汹 上去就是啪啪两巴掌 还没缓过来 紫园队又触动了电脉 给鲨鱼妹进行免费电疗 海豹继续扔出河豚 好端在鲨鱼嘴里迅速膨胀 他觉得这时 一只被抓捕过的鲨鱼 冲到了紫园队的快艇上 张大嘴就想吃掉他们 下一秒 快艇直接撞上礁石 鲨鱼被撞得晕头转向 只能回游游撤退 继续行动到此结束 但小通讯他却被拉在快艇上 他动态吸掉试图逃走 却被杰哥一把捉住 认出了他是鲨鱼老大的小跟班 通讯沙十分嚣张 甚至大言木禅告诉自卫队 鲨鱼群包围礁石上的海报 只是钓虎雷山之际 为了调查清楚鲨鱼老大的阴谋 杰哥制定了一个计划 快艇上指挥下两名队员 操控跟他们一模一样的木偶 上演空城记 防止负责监视他们的鲨鱼 发现异常 其他队员则悄悄行动 将通讯沙算在前面当导航 一群人只被鲨鱼老巢 可不晓得是 他们的行踪 被一只正在巡逻的鲨鱼发现 逃跑过程中 队友不小心被海草缠住 而鲨鱼也追了上来 危机时刻 杰哥给了他一虾米 巨队的爆拉撕开水面 自卫队终于平安集结 开始下一步的计划 杰哥偷偷穿上隐身衣 前无尽鲨鱼的老巢打探情报 此时 鲨鱼老大正站在台上 慷慨激昂地开着动员大会 偷跑回来的通讯杀 被隐身的杰哥一板发住 但回去的路上 杰哥的隐身衣突然发生故障 下一秒 杰哥就被鲨鱼群团团围住 为了掩护小队撤离 老海豹也被鲨鱼大军困在海底 生死未捕 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 为了争取生存下去的机会 成员们只能选择殊死一搏 好歹他们都身怀绝技 还有各种高科技的武器棒身 甚至直接变身隐形人 为了杰鱼被打得节节败退 甚至因此内讧 不仅如此 自卫队更是召化空中之云 海鸟边队冲上空中 又俯身急软直下 火电班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快准备将杰鱼眼捉下 留在快艇上的一对海豹 双践合璧 即使敌众我寡 也能轻松应对 另一边 杰哥依然被包围着 在咒杀的簇拥中 维射杀缓缓登场 激光从他头顶并发而出 没想到 却被杰哥拿镜子反射回来 没事眼睛都闪架了 但下一秒 鲨鱼老大率领更多的鲨鱼 将所有海豹团团围住 打上一锅端 千军一发吃剂 老海豹开着战舰 即使赶到战场 机枪手扩动扳机 火力全开 无数杀定于怪头做成的子弹 惊陷而出 如鱼点般落进海水里 将鲨鱼打得落花流水 此后 鲨鱼再也不敢 靠近这些水域一步 但也有不怕危险的家伙 可没想到 他高浮出水面 海豹自卫队已经在他面前 具体他的下场如何 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